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毛大树学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雕刻类的视频 来雕一块微料 我们看一下这块微料 它不像我们常规件的微料 它整体呈现是一个黄斐的一个感觉 但是它的肉呢 又有一点阿玛卡的那种油轻的这种 稍微泛蓝 但是不是很蓝的那种蓝 它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的 一点结构都没有 对不对 这种料子它起货也比较好 比较细腻 当时也和粉丝沟通过 它要做一个营业的题材 但是我们这天也有一个想法 如果说把白鬼夜行和这个佛像 给它结合到一起 那算不算是一种一念之间 题材里面的一个创新呢 那我们和这个粉丝沟通过之后 它觉得我这个想法也可以 我们这块石头也大概给它画过 切口面来做一个很庄严 很安详的一个佛像 黄雾层的地方呢 我们雕各式各样的一个 白鬼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说要做一个白鬼题材和一个佛像 放到一块料子里面 一个作品里面去 其实民间关于白鬼夜行的传说 也是家喻户晓的 白鬼夜行起源于中国 在中国中元节 一般是指地府会在这一天开天门 放鬼魂回家享受香火 简单点来说呢 就是一种在家祭祀祖先的一个习俗 这个便是中国的白鬼夜行 中国和印度的鬼来到了日本 日本的鬼的队伍才得以壮大起来 各种各样的鬼的形式 呈现在我们的一个面前 那我们为什么会去祭拜神灵 有的时候往往这个东西 会源于我们的一个心神不安 把种种问题归接于神鬼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心中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些 邪恶的一个想法 因为人他毕竟是普通人 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这些七情六欲 然后的话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好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高尚的想法 只有一种 但是我们不好的想法 我们经历的不好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以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 一个思路啊 造就了我们这一件作品 那我们最后出来的效果呢 也很满意 整个料子呢 它的一个油润度 还有各方面的一个细腻程度 也很高 今天这一期雕刻类视频的分享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长毛学 感谢你的观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